世界最长的过山车 Oh my god 东方蛮巨大的 这氛围超恐怖的 看到那个人头吗? 后面有一只头发 大家好 我是住在日本的Kojang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影片我将会带大家陪我一起去 住室及游乐园啦 我现在就已经抵达这个新宿车站这里了 那这个方向是属于新南改札出口这里 对 我现在就要带大家上去到这个 新宿巴士的总车站 其实很方便 你只要做这个手扶梯直接上到四楼 就可以直接抵达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其实如果要去到富士基游乐园的时候呢 它有很多种的交通方式 比如你可以乘搭电车 或者是可以自驾游 对我来说比较方便的是巴士啦 我习惯在日本坐巴士 原因是因为它便宜 加上现在的话呢 他们有做这个促销 有包括入门票 然后还有就是来回的乘车券的话呢 那个价钱只需6800日元 超便宜的 整大这个高速巴士的信息 都是在这一个荧幕这一边 我买的这个乘车券呢 是在早上6点45分 最早的时间是从新宿车站出发的 富士基泰兰斗河口湖 然后我坐的是一号车1401 现在已经买鞋了 是在这个B4这里 超方便的耶各位 就是在B4这一个方向耶 买一个热牛奶 下 section 买好吃的 超温暖的 哈哈 这个好像游客照这样 我的巴士周易到了 你看这么多人和我一起去到富士级游乐园 上法师咯 都年轻人咯 出发 说起日本最惊险刺激的游乐园 那必定就是日本最受欢迎的富士级游乐园了 而富士级游乐园就在富士山脚下 位于富士河口湖丁 这游乐园是一个可以边享受游玩 边看到富士山的美景 同样可以让你魂飞魄散的地方 绝对是过山车爱好者不会错过的保障景点 好可爱 嗨大家 我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富士级游乐园这里啦 然后呢 刚刚巴士呢 就停在这个地方 哇 现在富士山超漂亮的 上面堆积了好多的雪 数字挡着了 有一点拍不到哦 等下进到去里面 游乐园能够再拍给大家看 哇超漂亮的 然后这个巴士的话呢 来回都会停在这个地方 有很多个地方是可以直接 乘搭来到这个富士级游乐园这里的 不只是可以从新宿到达这里之外 我们还可以从秋叶园或者是横滨 还有就是关西这两个地方 可以直接到达这富士级游乐园的 话不多说吧 我们直接去排队 我来到这个时间呢 是刚好秋天的季节 看到吗 现在的话呢 这边秋天已经是开满这个红叶了 耶 前方这一个过山车就是世界最长的过山车了 其实我这一次来的目的呢 并不是要来坐过山车 因为我自己本身真的不敢坐 所以我最大的目的呢 是要去玩鬼屋 OK 大家 我现在就已经比到这一个富士级游乐园的路门口这里了 我们再往这方向看的话 就是有一个便利商店 便利Go 好不冷喔 剪冲完了体温过后呢 进到来这室内呢 是当地山林县的土产店哦 我一进来的时候 就是这一个周边 卖这些周边上 过后呢还没真正入院了 这里呢 是全球第一个位 这两位法国诞生的卡通人物所设计的小型主题乐园哦 会经过这个丽莎与卡斯伯的小镇 一路上的小镇呢 就会看到了远处富士级超刺激的云霄飞车了 哇 这里很美耶 整个主题的氛围呢 真的好有欧洲的风情哦 这里呢 有超好拍的粉红花园 咖啡厅 甜点屋 迷品店等等的 甚至还能够见到富士山景色的剧院餐厅 哇 这个长相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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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情节度超刮丹的 真正的这个检票处呢 是在前方 那么再往前走呢 就是富士级乐园真正的第一入院口了 冬冠班机看到后 富士级乐园 富士级乐园 我现在呢 就已经抵达了这一个检票处而已 他出品的话呢 会有分四个群 那如果是像我这样子 在网上已经购买好了 入门票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往这一个三号的方向这样子走去 然后我现在就拍对 现在是平日啊 人还是这么的多 各位 等一下我就是要用我的人脸来试饼 这感觉有点像那个游鱼游戏的其中一幕 我已经入院了 好多学生来这里哦 高飞车 现在我要先去鬼屋买整理券 刚才我识别那个人脸的时候 我一直识别不到我的整个的那个脸型 然后我就再重新扫脸多一次 哇 前转过满好久没坐了 现在一定要坐一回 然后让你们看咯 将将 好恐怖的过山车 最恐怖的是这一个 就是在入门口的这一座 世界最长的最恐怖的过山车 对 其实我现在来的这个时间呢 还很早 看很多游乐设施呢 是在早上的10点钟才开始开放游玩的 要去玩这个世界最恐怖的鬼屋呢 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 它是最深处的一个地方 感觉好像 很深深哦 到了到了到了各位 好恐怖哦 那感觉 Hello guys 我现在呢 就已经抵达了富士级游乐园 这里呢 是日本世界最恐怖的鬼屋 那我刚刚呢 就已经跟我另外两个的陌生人 也就是算同伴吧 一起共同满了 等一下最早的时间 也就是早上10点 一起进入挑战这个鬼屋的游戏 我现在真的是超级的紧张的 我现在带你们进去看看一下 它整个环境的份 Let's go 因为日常人数有限制嘛 富士级全套的入门票不包含 在这绝胸站立迷宫哦 必须另外在自动售票机 提早购买这整旅券的 旅券里有了那个票羹吧 我们就直接在这边 入口中央去就行了 然后这边呢 是早上10点开放的 最迟的话呢 就是给你5点半进去挑战 富士级除了过山车以外 接下来就是 这绝胸站立迷宫了 它是除了名的鬼医院 已经被承认为了 即是尼世界记录中 最大最恐怖的鬼屋 这里曾经真的是一家医院哦 被废弃后 改回了止记综合病院 从外面看 已经会给人家一种荒难的感觉 看上去呢 这整间医院非常的大 那么医院的内部呢 几乎都是现实版的生化危机 四周昏暗 到处都是成旧的机器设备 挂着血淋淋的尸体 那么工作人员呢 还伴着僵尸呢 五十五颗在你身后 往着你后面追着你跑 把你吓个半死 总之这地方真心是 胆小误入 连工作人员呢 也装扮成了 这恐怖医生服装出来了 这也是等待入场的 如果呢 你本身是非常怕的话 玩了一半呢 你不敢再继续玩的话呢 可以往这个 救急入口出来的 对 这个就是他的正门口了 这个氛围超恐怖的 各位 你看到那个枕头吗 还有就是那个乌鸦 然后还有就是最上面的 特别人 里面呢 其实是镜子拍摄跟摄影的 所以呢 我就只能给你们听声音而已 到时候 对 然后呢 我们刚才买了那个入门票是 最早时间 早上10点 我希望我们不是第一组进去 因为第一组进去是最恐怖的 我现在开始紧张 刚才买票的时候没有紧张 现在开始紧张 我看到有一批学生站在那边了 还好还好 不是我们第一组 走走 我们现在凯队进去咯 这前面两个日本人的话 是跟我们一起同样一个组合 这样子进去 一四人一组的话 那会比较便宜 四人一组的话是四千块 那如果你是三人一组的话 三千块 建议还是组合为四人一组 会比较安全 然后也比较划算值得 对 我比他们更紧张 我们第一批先进入 我比他们更紧张 我们第一批先进入 在进入鬼屋之前 工作人员会专门把你带到后诊室里 在这个小小的后诊室里 会播放鬼魂的小短片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这是尸体的 来来来 这边很恐怖 这边很恐怖 上面有牌发 上面有一腿头发 上面有一腿头发在吹 天啊 一片黑暗中的迷宫里 地上捣着很多屍体 一躲毛布悚然的骷髅墙通道 停尸房 婴儿愧疑的哭笑声 经过了不同的场景切换不同的气温 怀念了恐怖片中的真实场景 哈喽哈喽 我进到他的那个腰肌部了 我进到他的腰肌部了 我觉得这边是没有东西出来 因为他这边全部都想整个 哦 他们都是挖那些 病人的器官全部来卖的 有多呼 我现在上楼梯 现在上楼梯 我还是在这边 那边就是 这边就是 他不在这边 我可以拿到这边 好恐怖喔 真的 那个医院的整个画面做到非常的逼人就对了 所以呢 还是建议一定要组对进去 又刺激又恐怖 我真的是推荐大家 如果你们不害怕这些东西的话呢 真的是可以来挑战玩一波这个鬼屋喔 所以我感觉的印象就是一直上下楼梯上下楼梯这样子 其实我心里觉得 我好像在看一个鬼系的电影这样子而已 挑战完成 去吧 我想找一个地方先休息休息一下 这有时以来是我第一次在一堆点吃到 最难吃的拉面 我真的不敢玩下看 我那个玩到要哭 嘿嘿